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摩擦力 这是为了要做范例一所做的准备 那首先呢摩擦力的来源是因为 两个物体之间的粗糙表面互相卡在一起 那怎么样才可以卡在一起呢 我们必须要有正向力 就是要有互相挤压 所以第一个 有互相挤压 才会有摩擦力 互相挤压 垂直表面 正向力就是垂直接触面的力 有互相挤压 才有摩擦力 才可能有摩擦力 那不一定是一定有摩擦力 是可以有 那如果说没有正向力就没有摩擦力 所以也可以写成 没有正向力就没有摩擦力 这样子 好那么 那么第二点则是摩擦力有分为三种 有相对运动的趋势 有相对滑动的趋势的时候才会有摩擦力 好那这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个是静止 静止的情况呢 我们外力的大小就会跟静摩擦力一样大 那第二个情况是恰好滑动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的外力大小就会等于最大静摩擦力 那第三种情况则是已经在滑动了 滑动中 滑动中的时候动摩擦力 那么静摩擦力的代号呢 我们会写F小S S是Static静态 小F是Friction Friction就是摩擦 那最大静摩擦力我们就会写FsMax 这样子 而动摩擦力呢 只会写Fk K是Kinetic 就是动态的 这样子 好 那么根据实验呢 如果我们加压 压得越紧的话 压得越紧的话呢 这个卡榫会卡得越紧密 卡得越紧密的时候摩擦力 我们就越难让它有相对的滑动 那摩擦力就越大 那根据实验呢 我们得到这样的结论 根据实验 最大静摩擦力 会正比于正向力 正向力就是N 就是垂直表面的力 垂直接触面的力 而且啊 除了最大静摩擦力 正比于正向力之外 动摩擦力也正比于正向力 这是根据实验的 测得的结果 那么 如果我们 我们知道说 其实除了 除了正向力以外 应该材质 也就是表面的粗糙程度 以及表面的材质 也会去影响到 这个摩擦力嘛 就是表面是否粗糙 是会影响的 那所以有一个系数 叫做 近摩擦系数 我们可以这样子去测量它 就是 先测最大静摩擦力 然后再除掉 物体本身 对这个 再除掉正向力 再除掉正向力以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 每单位的力 每单位的正向力 对摩擦力的贡献有多少 那这个比值 这个系数就叫μs 如果是对大静摩擦力的话 我们的正向力越大 就好像人 人站在地上 如果人越重 那要推动这个人 是越难的 越困难 那我的重量 每单位压在地上的力 每一份压在地上的力 它对这个最大静摩擦力的贡献 有多少 那我们就把最大静摩擦力 去除上 我压在地上的力 这个m 那除上之后是一个笔值 那这个笔值会随着 我的鞋底 跟地面的材质 或除操程度有关 所以这个叫做 动摩擦系数 这个代号叫μ 这符号叫μ 希腊字母 这叫静摩擦系数 刚刚讲错了 这是静摩擦系数 那类似的 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东西 在地上滑动 然后我们测到它的 滑动的摩擦力 动摩擦力 然后呢 越重的东西 它受的动摩擦力越大 但是我们现在想要找到 每一份压在地上的力 对动摩擦力的贡献 是多少 那我们就把动摩擦力 去除上 我物体压在地上的力 所以结果会得到一个笔值 这个笔值 就会是跟地面的材质 接触面的材质 以及除操程度有关 那这个叫做动摩擦系数 那从这个关系式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动摩擦系数 或近摩擦系数越大 那动摩擦力或最大近摩擦力 就会越大 如果说我们底下的N是固定 如果N不变 就是我们压在接触面上的 正向力是固定的 那我们的近摩擦系数越大 代表的就是动摩 代表的就是最大近摩擦力也越大 那相反的 如果近摩擦系数越小 那就代表是最大近摩擦力越小 那这里我们就介绍了 动摩擦力的式子 以及近摩擦力 最大近摩擦力的式子